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期间回答了俄媒记者提问 综合塔斯社、消息报等多家俄媒报道 谈及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多次发表关于准备好让俄乌冲突停止的言论 普京称,俄方认真对待这些言论 根据克里姆林宫4日发布的实录 有记者当天在提问时提到 特朗普不止一次说过 他准备好在一天之内结束俄乌冲突 对此,普京表示 你们知道,作为总统竞选人 特朗普先生说过 他已经准备好并希望让在乌克兰进行的战争停止 我们认真对待这一点 当然,对于他可能就如何做到这一点提出哪些提议 我不了解,塔斯社报道说 对于特朗普寻求调解俄乌冲突 普京称,俄方支持这一点 我不怀疑他是真诚地说这些话 我们支持,普京称 据俄新社7月1日报道 特朗普此前多次称 如果他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打算在一天内结束俄乌冲突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 涅边甲近日向记者表示 乌克兰危机不可能在一天内得到解决 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欧洲版7月3日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 如果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知道如何结束俄乌冲突 他就不应该等到11月美国总统选举后才透露相关细节 报道称在上周与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参加电视辩论时 特朗普宣布在明年1月20日新一任美国总统就职前 他将以后任总统的身份成功调解俄乌冲突 虽然特朗普尚未公开透露其详细计划 但他多次表示 如果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结束这场冲突将是他的首要任务之一 当地时间7月3日 在接受美国彭博社采访时 泽连斯基说 如果特朗普知道如何结束这场战争 他今天就应该告诉我们 因为如果乌克兰的独立面临风险 如果我们有失去国家地位的风险 我们希望为此做好准备 泽连斯基表示 他想知道在11月5日之后 乌克兰是否仍会得到来自美国的支持 不能让他们规划我的生活 我们人民的生活 我们孩子的生活 他说我的意思是 如果他们有这样的计划 而由于选举的原因 计划不能公开 但我认为我们必须事先知道 以便做好准备